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类与鬼的关系却截然不同 他们不仅不害怕鬼 反而对之怀有亲近与崇拜之情 有趣的是 如今大多数人对鬼的理解都存在无趣 在你的内心深处是否也曾认为鬼是人死后的灵魂 然而 无论是道家还是佛家 他们都明确指出 鬼并非人的灵魂 以道教为例 其经典中描述了人死后 魂飞天际 破归大地 化作游走的三师 这便是我们所说的鬼 这意味着 我们平常所熟悉的三魂七魄与鬼并无直接关联 而是另一个被称为三师的神秘存在 他们从我们的身体中游离出来 最终呈现出一种游离的状态 被我们称之为阿飘 那么 这三师究竟是什么呢 在道教的理论中 人体内有上 中 下三个丹田 居住在上丹田的山师 中外华丽的车马与服饰 中丹田的中师 则喜好美食与舒适的居所 而下丹田的下师 则偏好美色与意乐 这三师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我们内心深处的欲望与贪念 值得一提的是 早期道教认为这三师不仅是身心生病的根源 更是修炼成仙的障碍 因此 对于那些渴望修炼成仙的人来说 斩断这三师成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修行步骤 然而 尽管三师在道教中常被描述为负面形象 但有趣的是 传说中有人却通过与三师的斗争最终修炼成仙 此外 道教经典中还提及 三师身上住着三个令人厌恶的神奇 三师神 这三个神奇虽然寄居在我们的丹田之中 但他们从一开始就不希望我们多活一天 反而期待我们早逝 因此 他们会定期前往明界 报告我们的过失 大的过失会导致寿命减少 小的过失则减少福报 可以说 三师神就像是一个专门打小报告的神灵 在探寻鬼的秘密时 我们不禁发现 佛家也有与道教中三师神相似的存在 那便是聚生神 这位神奇同样附身于我们身上 然而 与三师神截然不同的是 聚生神对待人的善恶极为公正 一旦我们改过自信 行善积德 聚生神便会如实记录我们的善行 而当我们犯错时 他也会公正地记下我们的过失 这种公平与公正 使得聚生神在佛家中备受尊崇 然而 反观道教中的三师神 其行径却令人折舌 他只会向明界报告人的过失 而对于人的善举 却从不上保天庭 原来 三师神内心深处 竟渴望人类早日离世 一旦人死 他便卸去了监视人的职责 得以解脱 化作鬼 自由游荡 甚至享受人的祭拜 因此 在道教中 三师神被描绘得极为负面 尽管三师神如此不堪 但道家文化中却流传着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 据说 三师神存在一个致命的漏洞 竟有人巧妙利用这一漏洞修炼成仙 这位传奇人物便是宋代学者张军房 他深入研究古代道家典籍 终于发现了三师神的秘密 原来 每到更生日 三师神会趁宿主熟睡时离体 前往明界禀报宿主的行为 张军房得知此秘密后激动不已 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于是 他决定在更生日当天不眠不休 通过打坐诵经来防止三师神离体打小报告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他还按照道家古人郭仆的指导 服用特定药物 以迷惑三师神 就这样 张军房连续多年在更生日未曾入睡 终于有一天 张军房在弟子面前白日飞升 消失无踪 然而 由于他的飞升式 钻了漏洞 并未达到圆满境界 因此他最终成为了一位鬼仙 或许你会好奇 鬼仙究竟是何物 其实 在道家信仰中 仙也分为不同层级 由高到低 依次为天仙 神仙 地仙 人仙和鬼仙 鬼仙处于最下等地位 与其他仙种有着明显的区别 或许你会想 既然张军房能靠不睡觉成为鬼仙 那我是不是也能尝试一番 然而 事实上 这样的想法可能并不现实 修炼成仙并非一事 需要长期的修炼和领悟 而且 每个人的体质和缘分都不同 不是每个人都能轻易达到这种境界 记者后来的报道揭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 在一个静谧的夜晚 张军房的一位弟子 在梦中意外地遇到了他的师父 在梦中 张军房透露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由于他在迷惑三师神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竟被冥界看重 并被收编为新的三师神之一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他竟然进入了这位弟子的体内 继续履行其监察的职责 这一消息传开后 引起了轩然大波 人们纷纷议论 那个曾利用更生日漏洞 企图修炼成仙的人 最终竟变成了三师神 这也意味着那个漏洞早已失效 在道教中 三师神被视为邪恶的化身 他的存在令人感到恐惧和不安 与道教不同 佛教对鬼的看法截然不同 在佛教中 鬼并非邪恶的象征 而是生命的一种形态 与人 阿修罗 天人一样 各自生活在不同的境界中 互不干扰 在佛教的叙述中 地狱道中的鬼饱受折磨 他们的苦难令人同情 这些鬼无法伤害人类 反而承受着无尽的痛苦 因此 佛教中出现了许多菩萨 如地藏王菩萨 他们怀着大慈悲之心 致力于超度这些可怜的鬼魂 帮助他们脱离苦海 通过对比道教和佛教对鬼的不同看法 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宗教和文化 对同一事物的解释和态度存在显著差异 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对鬼的看法上 也反映在人们对待生命和死亡的态度上 无论是道教还是佛教 他们都以各自的方式教导人们如何面对生死 如何追求真理和美好 因此 我们应该以开放和尊重的态度 对待不同的信仰和文化 从中汲取智慧和启示 后来 有记者报道了一则令人惊奇的消息 在一个寂静的夜晚 张军房的一个弟子在梦中与师父相遇 张军房在梦中透露 由于在迷惑三师神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绩 他竟被冥界看重 收编为新的三师神之一 更令人震惊的是 他竟进入了这位弟子的体内 继续执行其监察的职责 这一消息传出后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原来 那位曾试图利用更生日漏洞 修炼成仙的张军房 最终却变成了三师神 成为了冥界的一员 这也意味着 他之前发现的那个漏洞 早已不再适用 对于这一结果 人们或许会感到惋惜和失望 但也让人深思 有时候 我们试图通过一些巧妙的方法来达成目的 但最终却可能走向相反的方向 在道教文化中 三师神被视为邪恶的代表 他的形象总是与恐怖 邪恶联系在一起 道教的修行者们 经常要面对这些邪恶的力量 他们用符咒 法术等手段来驱逐 对抗他们 而相比之下 佛教中的鬼 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 在佛教看来 鬼并不是邪恶的化身 而是生命的一种形态 他们与人 阿修罗 天人一样 都是宇宙中的一部分 佛教强调众生平等 无论是人还是鬼 都应该得到尊重和平等对待 因此 在佛教中 并没有像道教那样 频繁地出现驱鬼 捉鬼的场景 相反 佛教中的佛菩萨们 常常表现出 对鬼的慈悲和怜悯 他们不仅不驱赶这些鬼魂 反而主动去超度他们 帮助他们脱离苦难 其中最为著名的 便是地藏王菩萨 这位菩萨 发誓要将地狱中 所有的鬼魂 全部超度完毕 即使自己有能力成佛 也不为所动 这种大怨大慈的精神 让人们深感敬佩 除了地狱道 佛教中还提到了 恶鬼道的存在 这个鬼道之中 绝大多数的鬼都是恶鬼 他们与我们传统印象中的 恐怖和邪恶形象相吻合 然而 在佛教的叙述中 这些恶鬼并不伤人 反而展现出了极大的可怜与无助 他们因为某些原因 常常处于极度饥饿的状态 但他们的嘴巴却能喷火 一旦靠近食物 就会将其烧成灰溅 即使食物没有被完全烧毁 他们也无法享用 因为恶鬼的喉咙细如针尖 无法吞咽任何食物 这种描绘使得我们对这些恶鬼 产生了深深的同情 在佛教中 每当提及恶鬼 总会有佛菩萨的身影出现 这些佛菩萨心怀慈悲 觉得这些恶鬼遭受的苦难 实在太过深重 因此他们总是尽力超度 这些可怜的生灵 这也使得佛教中的鬼形象 与道教中的厉鬼 恶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值得一提的是 佛教在提到鬼的同时 更多的是在告诫我们 要注重因果 不要作恶 因为佛教认为 人的命运 是由自己的行为和思想所决定的 如果我们做了坏事 就有可能在下一个生命阶段 成为这些可怜的鬼 这种观念 使得我们在面对生活中的 种种诱惑和挑战时 能够保持一颗 善良和正直的心 此外 佛教在灵魂的问题上 有着与其他宗教 截然不同的看法 尽管我们常常将灵魂 与宗教联系在一起 但佛教却从根本上 否认了灵魂的存在 他们认为 人的生死轮回 并不是由灵魂所驱动的 而是由我们的业力所决定的 这种观念 使得佛教在对待生死和轮回的问题上 有着更为深刻和独到的见解 总的来说 佛教中的鬼形象 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 邪恶和恐怖的代表 而是充满了可怜和需要救赎的生命 佛教对于灵魂的看法 确实与其他宗教和世俗观念 有着显著的不同 在佛教中 灵魂并不是一个永恒不变 亘古长存的存在 相反 佛教认为人只是各种因缘聚合起来的暂时结果 如同流水般不断变化 这种观念打破了人们对于永恒不变的执着 引导我们理解生命的无常和流转 佛教不仅指出人会生老病死 就连看似永恒的天地宇宙也会有承住坏空的过程 这意味着宇宙本身也不是永恒不变的 他同样经历着生死的循环 因此 在佛教的视角下 根本不存在一个永恒不变 亘古长存的东西 包括所谓的灵魂 那么 佛教所说的轮回到底是什么呢 佛教认为 轮回的主体并不是灵魂 而是第八识 阿赖耶识 阿赖耶识可以被视为一个数据库 它不断地更新着我们的业力 记录着我们的前世今生 这个数据库 就像我们聊天软件里的聊天记录一样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精力的变化 它也在不断地增加和更新 因此 在佛教中 轮回的本质 并不是某个永恒不变的灵魂的扭转 而是我们业力的延续和变化 每一次的生死轮回 都是阿赖耶识中业力的显现和转化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在不同的生命阶段 会有不同的经历和体验 因为我们的业力在不断地变化着 通过理解佛教对于灵魂和轮回的看法 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认识到 生命的无常和流转 同时 这也提醒我们要珍惜当下的生命 努力修行 以积累善业 减少恶业 从而在未来获得更好的生命状态 佛教对于灵魂和轮回的独特看法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来理解生命和宇宙的本质 从《山海经》和《上古言话》的描绘中 我们得以窥见上古时代 人们对于鬼的独特理解和深厚情感 那时 鬼并非如后世所理解的邪恶与恐怖的象征 而是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 备受崇拜的存在 部落首领逝世后 他们被视为化身为神 屹立在通天般的高山之巅 与天堂相连 继续庇佑着不足的安宁 丰收与吉祥 普通人亦如此 死后化作鬼 前往那神秘的神山 追随已成为神的首领 继续接受先祖的庇护 这种信仰体现了上古人们对死后世界的想象 他们相信灵魂不灭 死后的世界同样充满生机与希望 在《山海经》中 杜硕山的描述充满了神秘与奇幻 那棵巨大的桃木树 树叶宽广如意 树下则是鬼门 成千上万的鬼从此出入 而神树和玉女两位神人 则管理着这些鬼 维持着这个神秘世界的秩序 上古时代的中国人 不认为有地狱或天堂的存在 他们相信 人死后灵魂会前往另一个地方继续生活 或是通过鬼门继续接受祖先的庇佑 鬼在他们的心中是祖先的化身 是他们在死后世界的依靠 因此 他们不仅不害怕鬼 反而对鬼充满了崇拜与敬畏 然而随着历史的引进 人们对鬼的认识逐渐发生了变化 研究历史的学者们发现 某一事件的发生逐渐改变了中国人对鬼的看法 鬼开始被视为邪恶与恐怖的化身 与上古时代的崇拜与亲近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种变化背后反映了社会 文化和宗教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但无论如何 我们都应尊重并理解每个时代 人们对鬼的不同看法与信仰 他们都是人类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我们重新审视老子的《道德经》 和《鬼谷子》的古书时 会发现其中提到的鬼神 与我们现在理解的鬼神有着天壤之别 在古时候 鬼神更多的是只是去的祖先 而非我们现在所理解的 邪恶与威严并存的形象 直至春秋中期 古人的祭祀仪式相当繁琐 与我们现今对着牌位祭拜不同 那时需由嫡孙亲自扮演祖先 众人则向祂祭拜 古人深信 这样的扮演能使祭祀更加逼真 仿佛祖先真的复活归来 亲自参与仪式 他们似乎能在仪式中 亲身体会到祖先的言行举止 感受到那份原子祖先的神秘力量 古时的这种祭祀方式被称为祭师名 足见当时人们对鬼神的亲近与敬畏 试想 若是在现代 有人用活人扮演祖先来祭拜 恐怕会让人觉得十分不吉利 但在远古时代 能有机会扮演祖先的人往往倍感自豪 因为这份殊荣并非人人都能享有 然而 世间万物皆在变化 自战国初七起 那些繁琐的祭祀仪式 逐渐被简化 历史学家观察到 随着祭祀仪式的简化 鬼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也急剧下降 鬼逐渐从受人崇拜的神灵 变成了邪恶恐怖的象征 或许正因为祭祀仪式的消失 有关历鬼的传说开始盛行 后来 人们对历鬼的描述愈发增多 鬼的形象完全失去了 先祖的崇高与神圣 变得邪恶而恐怖 这也难怪后来的道教将鬼描述为邪恶的魂魄 值得一提的是 云集七千中有一段颇为有趣的描述 人们通常认为 人死后变成鬼就是终点 但云集七千却指出 这仅仅是开始 他说 人死后成为鬼 鬼死后又变为某种更可怕的存在 这种存在连鬼都畏惧 而这种更可怕的存在死后 声音会消失 最终形体也当然无存 即使形体消失 它们仍拥有无形的威力 然而 最终这股威力也会消散于无形 彻底消失 这便是道家对鬼的理解 但在我看来 我更喜欢山海经中对鬼神的描述 它更贴近我对鬼神的想象与理解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